大家好,我是游子 哎呀,今天真的是睡得好舒服啊 一下睡到了九点半 一起来一看外面 哇,那么漂亮的海呀 然后一看门口 放了一个盒子 哎,奇怪呢 我这几天没有订什么东西啊 两天前订的拼多多的 哦,是不是,啊,有那么快 两天就到了 然后我打开盒子一看 啊,原来是我买的一架 哎呦,终于能收到这个一架了 我看着这个说明书 就按照这个说明书 我就开始搭起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就是这个架子 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把它组装起来了 好多螺丝啊 这个是我放在 我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挂衣服的 以前是单架 哦,现在我想把那个单架换出来 放这么一个双架 这样呢,上面下面都可以挂衣服 那个单架呢,就是有的时候下雨天啊 晒的衣服呢,可以放在家里边 不要再把外面都拿进来 哎,这样就少了一点麻烦 Sam说十一点啦 今天我们说好去外面走走 然后去 买那个炸鸡吃 好久好久没有吃炸鸡啦 特别想这一口 所以我跟Sam说今天就不做饭啦 我们俩先去海边逛一圈吧 我们家里海滩走路差不多十分钟 就走的比较慢的啊 如果快的话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开车的话去海滩就五分钟 我们去那里一看 哎呦,今天在扫马路 所以有一大半的路呢 给他们拦了 不让停车 不过很好找 马上就找到车位了 今天因为不是周末嘛 海滩边上 人也不是很多 不少人问我这里是什么海滩 这是托伦斯海滩 洛杉矶的托伦斯海滩 你可以带你的朋友来 前面有一个片 可以吃各种东西的 我们经常会去那里 吃老美的东西 我最近吃的少了 因为真的是很少出门啦 主要是 我是喜欢宅在家里的人 但是我会告诫自己 至少吧 两个星期出去一次 不管是买菜 其实我买菜完全可以在网上买 不需要出去的 买什么东西现在都可以网上买啊 今天我在拼多多 买的那个一架 收到了 很surprise 两天 他就到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这个一架 这个是第三次购买 前面两次 一次是根本没寄出来 他就赔了我五块钱 然后再把 这个钱退了给我 然后第二次 他又 又给了我五块钱 但是 他说已经放你家门口了 根本没有 所以呢 他又推了我钱 也就是说前面两次 我买的 因为 每次给我五块钱 我已经赚了十块了 所以第三次 我又去买了 我想再试一次吧 第三次如果还收不到 那我就不买了 结果没想到 两天 今天早上起来 哇 surprise 一个包裹在我家门口 我打开一看 哎呀 原来是我买的一架到了 这个一架 不加税 25美金 也就是说前面 他们各付了我 五块美金 我已经赚到十块 这个一架等于是 十五块美金 再加税 哎呀 我就在想 这个拼多多 你这样做下去 那不要亏本吗 其实拼多多是不亏本的 亏本的是卖家 卖给拼多多的这些厂家 他们几乎没什么钱赚的 一个是赔付 还有一个 他收购的钱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说 哎呀 拼多多买不到什么好东西的 还是有了 另外我也习惯退货了 嗯 就是不喜欢的就退货呗 有的时候他退货 他也不要你的东西了 就把钱给你了 啊 怪不得 听说拼多多有好多去维权的 我也是觉得 对卖家来说 嗯 赚的这个血汗钱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希望拼多多质量能好一些 我们希望拼多多质量能好一些 钱稍微贵一点也没关系的 因为说实在的 好多东西现在在美国是买不到的 网马也好 网马也好 Amazon也好 eBay就不要说了 现在他们的东西就是货品越来越少 嗯 虽然他们的东西有点贵吧 像我买一件T恤 就是连衣裙的T恤 差不多30美金 加税 有足够吗 好 好 回来 我现在不是在海岸上 我正在谈谈 然后 哎呀 给他一捣乱 捣的我不知道说到哪里了 我就说 听说阿玛档现在直接问 中国卖家 要货 价钱那比拼多多收购的高一点 当然他要求的质量就高一点 所以 现在买衣服啊 大多数我都是在 阿玛档上面买了 他们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衣服也真的是太多了 不想买了 可以说360天 每天穿一件 都穿不过来 所以 我得 跟我自己说stop 不能再买了 嗯 不过也是 这些衣服也不是什么名牌 冬天的是 夏天的几乎都不是 所以呢 过个两年 全都扔了呗 重新再买 嗯 今天洗澡都要换干净的衣服 穿过的衣服 绝对不可能再穿上去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也许 是一个坏习惯吧 好了 现在我们去买鸡块 今天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就吃鸡块 看看吧 要不 再做一个沙拉 到时候看 如果想做就做一个沙拉吧 好吧 待会再跟你们说 啊忘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海滩吧 你看海滩边上还是有鸟 然后有好多孩子 他们好像分成了两对 一对是小小孩 大概也就是九岁十岁左右 然后还有一对大概是十三四岁的 都在干嘛呢 都在学冲浪 这是孩子们 夏天上的一个课门吧 然后海面上 还有这种来滑板 就是拿着滑板玩的 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啊 小小孩一排 站在这个海边上 要进到水的 然后一个大浪过来 老师就说 一二冲 然后孩子就扑上那个海浪 哎呦 蛮有意思的 然后那个比较大一点的 他们就有滑板 老师就让他们躺在滑板上 我因为学过游泳 我知道他们的教练过程 先让这些孩子呢 习惯这样的浪 然后不怕这样的浪 然后再看 这里的孩子 他们就在滑板上 就这样 趴在那个滑板上 就让你used to 这个滑板 哎呦 真的很有意思 再看看远处 这个女孩 自己在滑船 哎呀 我也真想有 这么一个滑板 然后去滑船 Sam说算了吧 你这个balance有问题的 后来我想是的 这个要balance很好的人 我连骑自行车都会摔的人 所以玩这个东西 我估计是下辈子再看吧 你看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他是坐在滑板上 那个真的是很悠闲啊 我估计他们是一起来海滩玩的 然后再来看这堆孩子 他们是打杀球的 哎呀 我看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杀球老师 真的晒得像泥球一样的 黑的没话说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玩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玩好了 然后就看那个老师在那个捡球 你看他捡球 就是用脚踢的 这到底是足球还是排球啊 我也没搞懂他了 你看他晒的 是不是跟泥球差不多啊 哎呀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海滩边上 这里没有孩子 全是鸟 在等着吃鱼呢 但是有好多跑步的人 哎呦 这个大中午的大太阳 我是今天拿了一个很大的帽子 也是拼多多买的 才十块美金 再来看看 这条路上 除了有跑步的 还有骑自行车的 我看他们是不是一起的 哇 一步接着一步啊 有可能 对 有可能他们是认识的吧 然后就这样 直接骑上坡了 我说 Sam他们厉害 就这样直接骑上坡啊 哎呀 他说 那个又不是自行车 那是电动车 我说也是啊 原来这个是电动自行车 我说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就可以这样直接骑上坡啊 很陡的啊 我们来回这样走了半个小时 嗯 差不多了 当然 Sam是走得很慢的 我是走走停停 然后又快步的追上他 所以我是很明显的 觉得我的脚底板 嗯 有点痛啊 也是很久不走了 好了 现在 我们就去 Popeye 买午饭 从海边去 Popeye的这个店 差不多开过去 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 很近的 现在到了店里了 我们很快就停到车位 好像他车位不是很多 但是人也不是很多 还剩两个车位吧 Sam说 你想吃什么呢 我说进去看吧 现在很久没来了 他说 吃这个七块九毛九的吧 我七块九毛九有什么东西啊 哦 就是一个鸡腿 然后加 一个muffin 然后再加一个 土豆泥 再加 Potato fry 嗯 他也涨价了 连饮料都没有的 反正我们也不在店里吃 是拿回家吃的 然后我们就在 前面 他自己可以在电脑上 你order 这些吃的 我们一人 叫了一份这个七块九毛九的 但是我要的是 沙拉 跟薯条 这样我就不需要回去再做沙拉了 回到家就可以吃了 哎呀 我是饿得不行了 像这样的饮料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我说我们回家有 啤酒 然后我还 另外要了一个hamburg 五块九毛九 所以一共是24块 加税啊 24块一毛七 现在我们回家 这一路上我就跟Sam说 回到家里 什么都不要干 冰箱里你去拿两瓶啤酒 然后我就 拿刀叉 然后盘子 别的什么都不要拿 我说我直接就去阳台 他说好的 他说你真的那么饿 我说饿得不行了 我早上到现在 就喝了两杯咖啡 什么也没有吃呀 我说你不管怎么样 还吃了一片面包 对不对 哎呀 到了家以后 坐上阳台 那真的是舒服啊 今天在海边的时候 是75度 然后我们去那个店里 差不多要80度了 我第一口就吃了汉堡堡 我的天哪 那一口下去 真的是过瘾啊 那一盒7块9毛9的鸡 它是一个鸡腿 我们没有买鸡翅 为什么呢 因为鸡翅好像吃的多了 Costco的鸡翅 我们以前Sam是不断的 所以这次我说我要吃鸡腿 然后想打开啤酒 我的手的力道不行 结果还是Sam帮我打开的 今天坐在阳台上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因为今天是我们对面那个邻居啊 最后一天在这里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以为他卖掉了这房子 为什么急着要搬走 因为 对 这个weekend 他们有open house 那就说明没有卖掉 本来他跟我们说要30天 后来我们想 他如果昨天还在open house的话 那也就是说前几天是收到offer 而且我上网看了 就是说sold 怎么现在又放回market呢 Sam说很有可能就是买家 他付不出这个钱 就是 现在有可能利息有点波动吧 not qualified 所以没卖成 这种事Sam说也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他说他没必要现在搬出去啊 后来我想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find back off 就是他没钱付payment了 其实他那个这个房子 他买的是86万 那是十年前 现在他卖320万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有些钱可以拿回来的 但是他没有卖掉啊 然后又没有去付那个payment 所以 有可能就是 银行把房子收了 所以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啊 好多人都断供了 因为我是很明显的觉得 这个男的好像 没有工作了 天天在家里嘛 老婆在上班 老婆是医院里做的 她是专门检查费的 所以也许啊 就交不出那么多的钱 就一个人工作嘛 肯定是钱不够啊 哎呀 有的时候想想一辈子 就为了一个房子 当然 他们还是可以拿到一些钱 也就是 五六十万吧 Sam说他不管怎么样 也付了十年了 五六十万应该有的吧 如果他有五六十万的话 去租个apartment 那当然不是这个地区了 他说他以前是住在 Pasadena那边的 当然他不可能再回那边了 那边五六十万 再带一点款的话 有可能都可以买个house 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也不敢多问 反正很为这堆小夫妇担心的 孩子还小 才十岁 真的 哎 我是觉得 我在那边看他们搬东西 他连搬家都是自己搬的 租的 租的 油耗的那个车 好可怜哦 哎 我看他人也老了很多 一下子胡子头发都摆了 真的 我跟Sam说 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没什么好着急的 又怎么样了 住海边跟不住海边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呀 有区别的说实在是人的心态 把自己的心态搞好了 住哪里都一样 真的 美国在说 环境都是很好的 很安静的 当然他不可能去住到 比较差的去吧 你看我能不能吃啊 那个muffin我就咬了一口 我不太喜欢吃 然后 薯条 给了Sam一半 所以我也没吃多少 但是我把那个汉堡包 跟那个鸡 全都吃了 我跟你说 那个鸡太香了 太好吃了 鸡腿已经早给我吃完了 鸡腿的上半步 我还没吃 我准备把汉堡包吃了以后 我再来吃鸡腿的 这叫上半步啊下半步啊 对上半步 这就是鸡腿的上半步 我的天啊 那外面的皮啊 好脆好香啊 真是吃得过瘾啊 今天 我就说发誓 这个月我绝对不会去碰这个东西 今天就让自己过个瘾 你看我这一口下去啊 上面那块鸡皮 哎呀 好脆呀 我毫不犹豫的往嘴里塞 太香了 太好吃了 Sam已经吃完了 他跟我说 你是准备在阳台上多坐一会儿 还是进房间啊 我说我今天准备在阳台上 看看新闻 看看风景 再坐一个小时 当我坐在阳台上 再一个小时 看着海面上的邮轮 太阳慢慢晒过来了 哎呀 不能坐了 算了 我就回房间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